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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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个共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进入这个物联网 这样的新的生态 那我们一进去就发现这个生态 是无法用过去这个产品公司 独立营运卖产品这个模式来经营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软件硬件还有集成 还有垂直领域的这个专业 牵涉太多 这是一个paradonship 所以我们想了很久 试了很久 好多年后 我们认为只有跟上下游 环境共创是唯一可行的路 维城市公司在台湾 已经跟研华合作20年以上 那也开发了很多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工创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以现在的物联网的发展的速度 光靠单一架是很难可以快速完成的 而且它的扩散太快了 所以需要透过很多的水平的工创的整合 所以这些产业Domain Know-how的集成商是很重要的 在未来工业4.0肯定是一个世界的趋势跟潮流 所以在这一块跟研华在共创这件事情 让我们以往过去的专案式的服务能够变成一个快速成长的模式 也就是说透过SRP的这种解决方案 让我们的每一个模组都会变成一个产品 再结合研华的这个强势的行销跟从我想在这一块呢 我们一定会得到除了短期的营收能够提升之外 长期的营收也不坚固得到 我自己觉得一个这个社会一个进步最大的一个变革的可能性 是大家从竞争走向合作 尤其是跟一些更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 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公司 尤其是一个初创的创业公司 我们非常荣幸能加入到这样一个大生态里面去 那么延华作为一个这个生态的一个创导者 跟一个主推者 那么付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心血 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入 就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个物联网的一个大的一个未来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 Coreation Model is the only available model that can produce real results in IoT Space no one can do it alone because you need competencies from hardware embedded cloud and no one have pulled the sack 我们第一次听到刘董长告诉我们 华台电网跟研瓦可以共创好的 在智慧城市这个模式 当然我们也出去大概愣了一小时 因为一般很少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但我们想一想 这个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这个对双方的生意上 商机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家都集合在一块 而且不只是说华电上面的这个这个SRP 我可以把其他的SRP也能够融合在我这里 然后带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这个是双赢 好几赢 不只双赢 我想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的idea 研瓦在这个上面已经全力在投入了 那它也带来和吸引了非常多的最终用户 渠道资源代理商 集合商合作伙伴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群测群力 在生态里头把所有的人在一起 把客户的问题给解决掉 把行业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是我们这次非常的收获 也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整个研瓦在整个领域内 全力推动的一种模式 所以说这次我们实际上 这种模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 可能甚至会超过 某一两个客户对我们的认可 或者是某一两个线索和商机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收入 We are here to seek for any new opportunity with the SRP and also together with our prime clients to find out their solutions We have been finding it so many good opportunities to be brought into Japan This is a very great exhibition and thanks for that 我想研发在每个西分领域 都用这种共产的模式 跟各个领域来共同结合 那么让原来的专业 再加上未来互联网 或是工业互联网的这种元素 也就是几种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领域互相渗透 我想在西分领域应该做得会非常好 We are here to take the website the website we are here to add